台北县三重消防分局他们肩负起辖区里头有多达十万多人的安危 不过我们来看看这个分局他的门牌号码居然是44号 那么这谐音听起来好像是死死好实在是不太吉利 那么同样的趣事也发生在细致的消防分局 这听起来我们看到是447听起来好像是死死去也是非常不吉利 这些消防员每一次救灾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他们都是冲第一的所以他们其实对于这样的数字也不以为意 死死去了你会觉得不吉利吗还好 447号是台北县戏指消防分队的门牌 44号是三重消防分队的门牌 44号念起来像西西贺 447台语谐音听起来像西西贺 不过现在民众很开明不认为门牌号码不吉利 如果是电话号码就可以换 他这个是门牌号码是按照那个整个顺序排下来的 也不是故意的应该还OK吧 速速请也不会讲西西器 很多救护车的车牌号码也有谐音 像这一辆1493让民众联想到 1493啊 因为车牌号码中带有4和3 让民众联想到149伤 但是不以为意 毕竟数字只是数字 大伙兄弟在救灾现场冲第一救人 还是有目共睹 中天新闻杜允志许少平 HAPPY BORD